字幕提供 是不是覺得刷得很好聽啊 對不對 我也覺得蠻好聽的 OK 今天要教一下大家怎麼樣刷選 刷選呢第一個我們要有個東西叫做Pick 這個東西Pick OK 那Pick怎麼拿呢 很簡單 手臂的站著 站著以後呢 放上來 然後呢 夾著它 這樣就好 有沒有 彎著 那這三層可以輕輕的放在手腳 不用用另一種東西 用這邊跟這裡這樣夾著 類似我們比那個愛心有沒有 這樣愛心的 以後呢 只是這隻要彎一點而已 這是我們右手的方式 拿Pick的 好 那再來呢 吉他這裡呢 我們吉他有六條弦嗎 我們分一半 靠近我這邊的三條比較低音的 它叫做蹦 那下面三條呢 比較離我比較遠的呢 比較高音的我們叫做 恰 最多讓你刷到四條而已 OK 你刷三條但是有 不想碰到第四條 沒關係 然後後面 那再來我們看一下我們的六線譜 六線譜的上面呢 你有看到有劍頭朝上的 很特別 朝上的意思 代表叫我們什麼 往下刷 OK 那我就是往下刷呢 那它有覆蓋哪幾條弦呢 從六五四有沒有 然後甚至自己第三條它也碰到了 所以代表你可以刷這樣 六五四三 碰到一點點 哦 一點點可以 都可以刷到 OK 然後呢 另外比較長的箭頭是下面三條 恰 所以這個節奏是什麼 兩個蹦對不對 然後再來呢 一個恰 恰 再來一個什麼 蹦 連在一起刷就變成這樣 蹦蹦 恰 蹦 蹦 蹦 恰 我們先練習一下所有和弦 我們都是刷三條跟三條分開 當然還有更進階 更進階的方式呢 是會按照你這邊按的和弦的不同 而去改變你刷的弦的位置 那就更難了 我們就先不練 OK 我們直接練蹦跟恰的 除了六線譜以外呢還有一種簡譜的寫法 簡譜的寫法呢 當你看到有個叉叉的意思呢 代表是重音就是我們這個蹦 後面三條 大家看見箭頭的就是恰 就是高音 所以看下面這個譜 有沒有看到兩個叉叉對不對 那就是 蹦蹦 欸 一個箭頭了 那就是高音哦 恰 要把一個叉叉 蹦 有沒有 跟我們剛剛那是一樣的節奏 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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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 那另外一個節奏咯 另外一個節奏是這樣子 前面第一個是什麼 蹦 沒錯 OK 它變幾拍呢 沒有尾巴咯 那就是一拍嘛 然後就變 蹦 恰 蹦 蹦 蹦 後面是一樣的 就前面第一個改變而已 有沒有 但是 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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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很好 那學完這兩個節奏呢 就可以開始這邊按換上過種的和弦 去練習刷節奏 例如這樣子 C 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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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